3號 3號就吳一玲老師 跟兩位老師看不懂她的穿著 這個有一圈毛 有一圈毛的那個 來 3號 請出列 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對不起 這要簽一下 對 鞋子很高 像很久 腳麻了 他要把他身邊放一點 對 我真的腳麻了 小心鳳體好不好 來這邊 我30 30 剛剛23的是誰 對... 是我 嗨 是妳的嗎 對 妳知道到了一個年紀 特別喜歡 特別年輕的 所以那種感覺會比較 初戀的滋味 比較癢一點 對...癢 好啦 不用癢了 來 請開牌 我很想要知道 他們會猜我幾歲 是誰看守 你確定嗎 我看守 你不會抓狂喔 這兩個都是 他很真心喔 你要 真的啊 因為我這幾年休養還蠻好的 好好講 我的手真的比較勞路命一點 因為他手可能真的比較 勞路命一點 對 有故事 真的 我可能會到43 你好客氣喔 你在怕什麼43 我跟你講 你不要一直往後退會撞到 對啊 你剛剛會害我40耶 對啊 你老實講 我真的 真的嗎 你老實講 看著我 你還記得吳云玲老師幾歲嗎 你猜 43 吳云玲老師在猜你 那是我的手 好啦 好 48 49 好 我在走 對 剛剛有人說他最近很有修養 修養 對 不要發怒 來 吳云玲哥 井文姐 我可以看你的脖子嗎 沒有脖子 他沒有紋錄 他沒有紋錄 好嫩喔 我叫井文 我沒有井文 他的脖子很光滑 對 很嫩 很嫩 對啊 我看你的手 我的手真的比較 妳這次是奇怪 這集是密相節目 對啊 好啦 我猜46 49的46是不是 你猜49 48 你猜8 我47 47 48 差不多了吧 你們真的很厲害 48 好 請坐... 長輩 請坐... 你好 在今天的主題裡面 所有女軍團她是會開心了 因為都事實出頭而已 你看 你看老師 你完成了她的40歲的夢 好美 好美 而且我們沒有想到 這兩個顏色搭在一起 好好這麼雅 我運用幾個顏色 是用裡面亮色系 也就是金這一季 會比較清新的顏色 一些粉色系跟灰階 全部去搭配 好 有注意到這個口罩嗎 有 口罩現在也是一個重點 但是口罩就是很多穿穿脫脫 你有時候不知道怎麼辦 有時候夾在手上或在哪裡 所以口罩也是 它的配件也是會讓你年輕的 一個亮點 有沒有看到這口罩旁邊有一個 可是老師這種配件是老人家戴老花眼 才會戴的那個鏈子 現在就是流行的 現在就流行的 對 眼睛要戴鏈子了 但是你知道用對地方 珠珠項鍊這一季的男生都在戴 珠珠鏈就是 所以它已經變成一個主流 為什麼會覺得說 它不會老氣的原因是 這一件的外套 本身就是復古的闊型 它這上面是寬 然後合下來 然後裡面我很大膽的給景吻 可能會很害怕 會穿的 會怕的那種 針織 對 好好看 但是這是針織裡面 對 好好看喔 它是背心 這是襯衫 然後這個是背心 好 我這個是挑戰它的極限 就是景吻是在於頭小 如果今天是你頭小 那就很棒的 這些的闊型你都可以運用 不然的話我會建議你 所以反之頭大就不行嗎 沒有 你就只要穿外面的這一件 裡面這個可能就要再配合一點 要不然就是不要 要不然就是半袖 這裡面它是一件襯衫 也是寬袖的襯衫 我利用Oversize 也叫Oversize 然後我比較想要的是 運用這件的襯衫 你看它裡面的襯衫是 然後轉到後面 好好看 整個包覆起來 然後來挑戰一個景吻 很想穿百褶 但是她從來不敢穿百褶 這一季的百褶是 這一季的百褶是重點 他剛講說百褶容易屁股會大的 原因是因為質料軟 但是我們這質料是挺 質料是挺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 收身 對 你看它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你有沒有發現 不太會有這個問題 好 最討厭的黑襪子對不對 對 我就給你換成一個 綠 灰綠的襪子跟白色 就即便坐下來 這個也會很有文青風 對 就整個再搭配還是會有文青風的 一個包裡面又掛了一個小包 這個包是可以拿掉的 然後等於是一包 兩個包 這個價錢也都在2000多塊 對不對 對 所以你把它拿掉 你可以 中午去吃便當 對 你可以把它拎著 這個當成一個小錢包 另外 就像這種位階可以緊繃 背幾個 妳這位階 我想你應該會買 全身都背 我想你應該會買200個送給朋友 對 各種顏色 這個就是為了讓你在整個 老實講這個 你現在看著包你就會覺得他年輕 對不對 我們就先看背影 年輕 是不是很年輕 很文青對不對 對 而且跟我們那個文青教主走在一起 對 很可以 你完全會覺得是一樣的 好 除了這樣的折群的邏輯之外 然後有另外一個折群的邏輯 也是走復古的 然後但是我們在玩顏色 比方說這種藏版的外套 這也好 灰色藏版外套 這個其實它的格尾很漂亮 是因為它裡面還加了一個 粉紅色 如果沒有粉紅色系 可能就稍微 待會覺得會老漆一點 沒錯 好 我利用這一件的外套 我再把這個折群 我講過 我要把這個外套當洋裝 就是它不見得每一次 都要當成外套穿 當洋裝穿 把它裡面的折群一樣的 變成 露一點點 露一點點 它的裙白是裡面是有一點半圓的 所以它露出來的部分 是會一點點 真的一點點 一點點 對 這時候 這個是不夠高 對 它真的只露一點點 沒有要露很多 這時候即便是配珍珠項鏈 也好看 然後你再配上一個這樣的帽子 很年輕 它就變潮流了 真的耶 對 這個外套我相信就是 男生也可以穿 對 對 這個因為夠大 男生也可以穿 你要試試看嗎 好 中性的 你繼續 好 我自己 衣子要穿 衣子也一起 你覺得嗎 不要客氣 男生也可以搭裙子 好看 你看即便它的層次這樣 好看 很中性 很合理 你看 中性的包 真的 我覺得你還滿適合 好看 好涵 很有學院風對不對 真的好看 真的很好看 好看 你這樣突然很像韓國藝 真的 我講真的外套的包包上去 外套包包上去就不一樣 本來是台灣人 現在是韓國藝 到剛才灰階的顏色也是 還是會有一些人很拘謹 說我不想太亮麗 那我們就可以選擇 像這樣子的一套 那種橄欖綠 對 橄欖綠 很透心 衣服要放外面嗎 對 衣服可放外面 可放裡面 放外面你就覺得 放外面就是要去吃到飽 對 他會覺得你可能是做藝術感的人 可能做一些設計 雕塑 或者什麼藝術 講師之類的 這一件也是做一個鞋巾的 它是多一片的設計 對 然後我喜歡它的小細節 就是你看 扣子 什麼的 金屬 下面是黑色的扣子 它就是在這裡 找不到一樣的藥 對 就這一顆不一樣 這邊找一顆 那它又蓋起來了 它又蓋起來 它要滴掉 那這個像這樣配的時候 如果你要參加一些晚宴 媳媳姐的耳環就可以拿過來打 對 它就可以參加晚宴 對 很有個性 這個如果真的也是會擔心 顏色太沉 太沉的話 我們也是會 我們再用這個 稍微淺一點點的 這個我還是建議就是 比較文青風的 比較就是不敢太招搖的人 可以選擇 低調一點 對 最後這個不用思考 也就是它還是一件式的 然後這件是整個也是黑色的 我說過在這一季 折取會用各種的方式顯現 這個就是它利用扣子 幫你卡在這個腰際 所以你這個是可以拿掉的 其實有時候最喜歡買這種的 就是我除了買了一件這個 其實這個是 不一定老師可以 可以擺便的 他們兩個是同一個牌子 對 是同一個牌子 對 因為我都差點下單 那就是 對 那就是 因為它樣子就會是你的 就是說它在保守低調中 有一些細異 對 然後我最喜歡買這一些衣服 就是它上面會附贈一些東西 就一旦你這衣服不穿了之後 你這外面還可以去圍 你任何其他無聊的裙子 比如說像你的那個 不是說你那件無聊 對 你的圍裙 或者是褲子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都可以變化 然後為了不讓你老氣 你可以再加一個 一定要加個帽子 你可以再加一個帽子 然後口紅就稍微像那個韓劇 紅一點 一點點就不會顯得太老 完全 我就不想要搭 我就想要運動 那我們就來一個這個 好好看 我們就來一個 一件到底的一個運動上衣 來看它的細節 好像做兩件似的 可是景文穿這樣一件就夠了 沒有露很多 夠了 景文穿這個 我們一穿就覺得 整個下面都露出來 景文穿這個一定沒問題 過膝耶 對 很厲害 我覺得有時候 太拖地了 對 你看它過膝 我再配一個折裙子 折裙在裡面 這一季就你把折裙 把它做一個搭配 這個我也覺得很適合 逸宣去穿 尤其你配你現在這個髮型 超好看 超可愛的 超美的 好 這個就不好意思了 好看喔 即便它是配他自己的 那個黑蕾絲的裙 剛剛好 可以耶 有沒有看到 即便要配他自己的黑蕾絲裙 也很好看 對 也很好看 然後我們可以再選 我的椰子 好可愛的椰子 我的... 好可愛喔 真的好可愛 它配到自己的鞋子 你就覺得是比較 個性一點 MAN一點 但我們現在配上了這個 龍蟲鞋 對 很有名的這種鞋 這個牌子 很保暖 有配襪子 沒配襪子 都沒問題 它就變潮流了 好 所以你這件這個 雷絲裙如果這樣搭配 你就不會覺得老 很合理 好看 因為上衣是時髦的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來加一個 還可以再加 換成 換成這個我剛剛講的 粉紅的摺裙 然後再來一個包 放上去 好看 好會 好薄 好薄 這就是我幫大家今天所搭配的 一個怎麼樣40歲還要穿到 不顯老 但是又剛剛好的衣服 不想不叫阿姨 衣服版型就要選對 利用酷型剪裁的服裝修飾身型 擺著單品增添時尚感 這樣誰還會叫你阿姨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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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